因为这个进口蛋的争议 让赖清德的民调 几乎每天是一个百分点 再继续往下掉 好 那看到了这个最新的民调显示 赖清德的支持度已经跌破三成 29.2%下跌了3.1% 另外呢 侯宜的21.5% 上升5.7个百分点 那柯问者19.6% 好 看到赖清德跟侯宜 现在的差距只有7.7% 只有大概7个百分点而已 那我们从政党的认同度来看到 好 国民党的认同度呢 支持度的63.6% 是支持这个侯宜 好 民进党认同度呢 79.9% 那么民众党的部分呢 是66.6% 好 是来支持柯文哲的 好 那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讲啊 这个进口蛋的争议 真的呢 就在拖垮赖清德的选情等等 所以呢 国民党现在好 说要做一个布条 要发到全国去 这布条上面就要写啊 票投民进党就是支持陈吉仲 好 那看到 国民党说呢 陈吉仲哦 让超市爽赚了3800万 可是让全民惨赔4.3亿 其实这还不包括你之前这样补贴 然后现在呢 因为过期的蛋污 5000多万克 你要销毁 要花差不多就要4亿多的钱 那等于是你我的纳税钱 都通通丢到水里了 所以呢 他们要发起 全国串联要张贴这样的布条 好 侯怡说呢 人民现在生活在恐惧当中 他一定要来查清楚流向 你不公布 你不做 那就我来做 好 那柯文哲说呢 陈吉仲继续干 恐怕呢就会 这个让民进党失分嘛 好 他说呢 是对本党对民众党来说 选情就会有加分有利的 好 看到呢 时评论员谢寒冰 他说 大家呢对于陈吉仲的怨气 绝对会发泄到赖清德身上的 所以呢 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赖清德是每天呢 都往下掉1% 有人预言呢 到下周好 就会掉到30%以下了 那就是刚看到的是 别的公司做的民调 已经下到30%以下了 好 郭正亮呢 他说 9月21号呢 立法院开议之后 会迎来总直询嘛 那国民党的立委 绝对是不会对陈建仁客气的 来因而且 如果取得了 经济委员会的赵伟 那么也会安排陈吉仲 来进行专案报告 他就说啦 巴西弹加上登革热 好 登革热也是非常的严重的 现在都还没有到10月的高峰 就已经有8000例了 那么现在这两大议题 恐怕就会烧到11月 这样下去真的不得了 好 我们来请教 一下委员哥 现在呢看到啊 不管是巴西弹的争议 还有呢刚刚亮哥说的 包括这个登革热的问题等等 是不是真的会一路烧到11月 那到时候民调的部分呢 就会还会有变化 因为现在这个赖信德跟侯怡差距 已经有缩小了 好到7.7%左右 那未来这个风暴 继续烧下去的话 是不是差距可能拉得更近 甚至侯怡会超扯 我们刚刚看到 其实的确现在有些中南部的选区 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布条了 就是说票投民进党就是支持陈吉仲 那如果民进党朋友一直告诉大家说 陈吉仲在这个农民里面的风平不差 那假设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布条把它放到全部中南部去 放到所有的农业大线去 那民进党也不用抗议 因为我帮你宣传 说陈吉仲的政绩真的很好 大家还记不记得2016年 当时总统大选的时候 民进党在操作一件事情 就票投叉叉叉叉叉叉叉 是指立委候选人的名字 票投叉叉叉叉就是支持马英九 那时候就是要故意去黑这个立委候选人 故意去黑马英九 甚至当时有这个国民党不倒 台湾不会好 现在他老实讲 民进党执政台湾变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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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同样的一句话也是一样啊 民进党不倒 台湾不会好 而且甚至更 更非常差 非常更更差的一个执政环境 就出现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民调的部分 其实民调部分呈现的 呈现就是 第一个赖清德虽然还是第一名 但这家的民调 他凸显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赖清德他跌破了三成 过去赖清德虽然一直维持第一名 但是他都大概维持到三成到四成左右 比较中立的维持在三成初 比较偏民进党系统一点的 比较激动效益的民调 甚至要把他做到像四成这么高 但问题是这是首次 在他稳定理性的情况之下跌破三成 虽然还是第一名 但跌破三成 他凸显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 虽然他刚刚讲 赖清德已经躲起来了 但问题是民进党整个施政的荒腔走板 就是影响到赖清德吗 就是影响到民进党的选情吗 不管是之前的 我们在打的所谓前瞻预算的问题 然后不管是这次淡德 进口的争议的议题 甚至更早民进党me too的问题 等等等等 都是让民众没法去接受 民进党施政那么差的一个 一个政绩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看到民进党或赖清德 他不是没有紧张哦 你去看一下 最近尤其是这礼拜开始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开始有系统的 去发动去宣传 赖清德的所谓的政见 我必须讲赖清德政见很简单嘛 过去我们讲很多很多人在说 0到6岁国家养嘛 然后这一次 赖清德提出是0到22岁 他们说叫投资未来啦 其实白话文就是0到22岁 也是国家那你去看里面的政策内容 很多都是在既有的一个 原本就有个补贴的政策上 再花更多钱去补贴政策 所以我还是要跟各位观众朋友讲 当民进党的这个政府官员 很简单很容易啊 不用去想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怎么去把系统优化 只要单纯的一直扎签扎签扎签 补贴补贴补贴 民调就以为他就会起来的吗 一个好的政策不一定是砸钱的政策 你去看一下好友谊 他之前真的提出来 不管是取消发释量表 不管是减轻所谓的年轻人的 所谓的这个所得的一个 所得他的那个 报税的扣底的免税额等等 其实他都是一个从大家生活经验 让大家了解说 真的民众需要什么 去做一个简单的调整 其实就可以获得民意不错的一个反应 就获得民众的支持 所以单纯的砸钱 其实老实讲大家都会 那另外民进展告诉大家说 那现在跑的很辛苦啊 一天有跑四五个行程以上 我跟大家讲 一个选举的政治人物 一天跑四五个行程 那个叫少 非常非常少 哪一个总统候选人 不是跑十几个行程以上 哪一个总统候选人 不是每天都在跑行程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所以今天民进党把赖清德 他做一个最基本 一个政治人物选举 应该有的基本的要求 拿出来说嘴 就代表说 他们有点急 但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宣传 所以卡在那边 所以这也导致 当民进党政策 在荒腔走柏 施政荒腔走柏 影响到赖清德选情的情况之下 民进党朋友他们还是不敢 大规模的 或很积极的去进攻嘛 他们觉得哎呦我是李坚哲 所以持续维持李坚就好 那这样子一个松懈态度 老实讲你看 赖清德的民调 他其实从过去最高点下 其实他的趋势是一路往下走的 那接下来 曾吉仲和和但的争议 立法院开要开议了 那也一样嘛 一定会持续的去影响到 冲击到民进党的选情 那回顾后来看 侯友宜的选情 其实侯友宜当然是做过去这两三个月 也是稳步的不断往上 而且现在看得出来 从过去比较谷底的第三名 或是跟柯文哲在麻花撞的 这样子一个纠结的过程当中 现在有 有点渐渐的脱离的第三名 第三名的纠结跟柯文哲纠结 加比较持续稳定 在第二名身上 那 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 很简单嘛 第一个政策 政策跟政见提出来有感 再就是这一次侯友宜 访美老实讲 做得也非常非常好 见到该见的人 甚至过去大家见不到纽约市市长 那这次也巧遇了 然后并且也提出了 所谓的这个两岸三地的一个 或是这个美中台之间 很重要的3D的一个策略 包含要对话 要嚇阻以及降低风险 其实这个东西 简单讲一下 还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告诉大家说 面对两岸问题啊 我们一定要 只有嚇阻一条路 只能成为刺卫台湾 花很多钱去买军购 买这些军事武器 那后宜告诉大家说 要不要嚇阻 当然要 提升台湾的 或中华民国的国防 的武力跟实力 当然是重要的 但问题是你提升自己实力的同时 你也要去对话 你不要把对话这个门关起来嘛 所以对话这条路 他也是敞开的 也是必须去跟 所谓的中国大陆 跟美国去进行对话 有的嚇阻 有的对话 最后才能降低风险 老实讲啊 这个不是一个太难的概念 这应该是各位都知道的概念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 也是这样子去操作的嘛 那问题是这么简单的概念 在民进党政府的眼中 就变得这么难 你要去跟别人对话 去跟别人讲话 就变成一个 非常难如登天的事情 这也是导致 为什么台湾现在兵凶占卫跟台海 不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嘛 所以当侯友离 提出这些政策政界之后 他的民调当然缓不往上 这是可以预期的事情 但老实讲也不是没有隐忧 因为从政党认同度来看的话 发现民进党支持者还是很厉害的 八成的这个支持 支持度 就代表说 其实民进党大概就是不会变的 因为他也没有第七他组候选来乱 也没其他组候选的人来跟他分票 所以民进党支持者 当然就只能投在清德 那所以他们还有 高达八成的人 愿意去继续支持在清德 换句话说 民进党施政好跟话 跟民进党支持者 的认同完全没关系嘛 反正他们就从头到尾 我就打死 我只支持民进党 但回到 国民党甚至民众党身上 这一次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看到 国民党认同者支持后仪的 只有6成3而已 换句话说 还是没有归队 还是没有完全的归队跟到位 甚至民众党的支持者也是一样啊 竟然只有66%支持柯文哲 也不要忘记 民众党就是柯文哲 所成立的一个政党 这对柯文哲来说 是绝对不及格的一个成绩 那你细就去看 跑掉这两到三成的这些支持者 跑去哪里了 跑去我们第四组候选人身上 跑去那边 所以第四组候选人 他虽然他的民调 现在已经各位输了 他可能没办法赢得这次总统大选 但问题是他要去扯后腿 他要去拖累所谓的侯友宜 或者是柯文哲 绝对是绰绰有余 那面对这场选举 大家很简单 现在老实讲 不管是国民党跟民众 彼此已经有一个和谈的契机 也有这个氛围了 怎么谈我们不重要 要让他们自己好好去谈 结果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但问题是在谈的前提之下 至少我们要把该整合的力量 可以团结的力量 可以一起进入国民党 后民众党这个力量 把他好好的拿回来 让选举的最后结果才有机会胜选 所以还是呼吁啊 不管是国民党支持者 真的现在看得出来 后一下是有机会 能反抄 赖清德的 有机会变成民调第一名的中等候选人 他不是过去没有第一名过 侯友宜过去 天花板是很高的哦 现在侯友宜他的这个政策提出 跟他讲话的 跟他访美的这些内容 很符合过去 我们认识的侯友宜 那个会做事 然后扎扎实做事 但或许话讲的 不太好的一个侯友宜 那我们政治人物 不是选出一个大辩论家 我们要选出是一个实实在在做事的人 所以提出这些政策跟政见之后 当然渐渐的 过去喜欢侯友宜那些人 他们会想起来说哦 原来对侯友宜就是这个特质 他是值得托付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当然渐渐的民调会支持度 会慢慢慢慢的往上 慢慢慢慢累积 但这样累积过程当中 还是有点危险 因为毕纪 民进党没有人跟他们分票 但是非绿阵营在野阵营有三组 目前有 但主要有三组候选 甚至更多候选人 所以分票的人非常非常多 所以如何不被分票 当然我们要把自己做好 我们要提出 我们更能吸引人民的政策跟政见 但另外也是希望 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支持者 拜托慢慢的归队 给国民党一个机会 这次的选举不是只有侯友宜的选举 是国民党整个党的选举 我们还有立委的选举 还有我们整个党 我们有很强的一个 过去的幕僚的团队 过去政府的 这些政府的幕僚的经验 我们比较会治国 我们可以把台湾 带进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家 好像对民进党 这样子我想对民众来说 就是非常够的一件事情 太阳心全校克肺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有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有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俊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 克肺有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